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双方马上进行了松门对拼 而后丹尼尔尝到孟皇龙以后手拳中击了面部 紧接着被再次中击的丹尼尔竟开始用垃圾话来挑衅孟皇龙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被再次中击头部的丹尼尔又开始摇头来继续挑衅孟皇龙 第二回要开始后 孟皇龙马上以重拳击辅开落 接下来丹尼尔被孟皇龙以连续中拳打到节节败退 而后孟皇龙将丹尔压在围城边缘以连续中拳中击 不过丹尼尔也不是一个神佑的争 马上以前手拳回击 紧接着被重拳击辅暴打的丹尼尔竟开始对孟皇龙咫压连续 但这个依旧没有结束 接下来当双方肠斗抱在一起后 丹尼尔竟开始击打孟皇龙的后脑杀 丹尼尔也惨遭裁判警告 而后被孟皇龙再次暴走的丹尼尔竟开始扭起了屁股 来继续挑衅孟皇龙 紧接着当双方再次肠斗抱在一起后 丹尼尔竟开始肆无忌惮击打孟皇龙的后脑伤 美国裁判实在看不下去 再次对丹尼尔进行了警告 这也让孟皇龙已经冷无可冷了 接下来愤怒的孟皇龙以后手拳将丹尼尔打退了好几步 而后在双方对兵过程中 丹尼尔被孟皇龙以重拳直接打门了 但这个才刚开始 只见孟皇龙开始发力 以连续重拳再次中击了对手的面波 接下来丹尼尔被孟皇龙以连续重拳直接打飞了 而后只见孟皇龙开启了自己的进攻模式 以一套连续打的对手一个始料未及 紧接着再次尝到孟皇龙以连续暴咒的丹尼尔 似乎开始变得有点怂了 接下来在面对孟皇龙的门宫之下 丹尼尔似乎一点办法也没有 只能频频挨揍了 而后丹尼尔被孟皇龙以组合拳打到 走路已经开始亮枪了 最终孟皇龙抓住机会 以一记松某的上钩拳直接可以对手赢一下了比赛 美国裁判都看完了 马上飞升叫停了比赛 丹尼尔也被孟皇龙这一拳打得够枪 拳坛比赛下来 孟皇龙的孟皇龙爆发 仅仅用时不到五个回合的时间 就将对手打到怀疑人生KO了 一个不知名的中国拳手 智废也来到美国比赛 竟将美国拳王KO了 这也轰动了当时的拳坛 只能说孟皇龙真是好样道 也期待孟皇龙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进来体育赛事 有我大手的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